以性别角色来看家务分工 男主外、女主内 是我国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 在这样模式之下 处理家务属于女性角色工作 赚钱养家则属于男性角色 若进一部戏看家务分工 女性被期待要照顾孩子、煮饭、整理家中环境等等 而男性则负责经济、修缮、家庭用具等等 以上所提到的性别角色家务分工 大都来自性别角色刻板印象 也就是我国传统社会对于 男性和女性在家务分工的规范